嗆嗆三人行 今天眼前一亮 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又婷来了 好久不见文豪哥 而且我看到你在北京访问苏姿子 我就心扬想说 苏姿子都见到您了 我都还没见到您 他是穿着衣服接受我访问的 你有点遗憾吗 这苏姿子你知道吗 可以上你戏剧的 我觉得他引起注意很大一个原因是说 记者采访我脱光了 结果那个记者不知道该问什么了 所以是男记者 当然是男记者 对他对自己的裸体特别有想法 而且另外我们今天看到你还聊钱 对心情 金钱和美女心情很郁闷 这个听说了 现在大家都比年终奖多的 有的他们说什么浙江广东两大集团 说浙江企业以发现金为主 多的年终奖上百万 可能指的是那些 那些不要脸的高管是吧 一下就一百万 少的就是一两万 但是现金拿着数很开心 在台湾也是 可能一年只有12个月的薪水 但是到年尾的时候 老板特别会公布 可能可以发到半年一年 然后像一些科技业在尾牙上头 都是发股票当年终奖级的 那个不叫做bonus 是真的是年终奖发股票的 是给人人有吗 有些是人人有有基本的 可能一到两张或者三到四张 但是到了尾牙的时候还会大家码 那个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往外送 你知道中国人这个心情也很有意思 我就发现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还特别有好玩 有个成语啊叫朝三暮四 这个成语这个原意实际上说的是啊 给一群猴子 说我早上给你三个香蕉 晚上给你四个香蕉 猴子就不高兴 后来说那不不不 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 猴子就挺高兴 这东西很好玩 对啊大家很在乎 你说说一年终奖 我发现在中国网络上 是个热议的比较的话题 因为年终这个概念 它其实是讲收成嘛 我想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奥斯卡马上要来了 奥斯卡通常的那些电影 他都觉得说 越是接近年终上瘾的那些 机会其实越大 因为大家的记忆是非常淡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年头 不管你当时的那个风头出多大 但是到了年尾 或许明年年初要颁奖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你就没有占到那个便宜了嘛 其实现在有年终 除了你们刚才讲的那些 发股票或者怎么样 还有就是各大电台 各大电视频道 都有什么那个世地啊 世后啊 然后那些十大受欢迎歌曲啊 通通都是跟 我们广东话有句话叫 就是最好的东西 是压在最后的时候 它才开出来 但是明明大家辛苦了 一整年都被压榨啊 像我这些做科技业的朋友 都忘了 对啊 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 然后不能请假 没有年假 没有休假 没有假日 但是到了年底 只要领一两张股票 还是觉得很值得 这是什么 我给你讲以台湾人为代表的东方种族啊 东方民族发现本质上是感情动物 他需要受慰藉 甭管这老板平常怎么着 年终啊 只要给大家让大家高兴 哎呦 他好像就觉得什么 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就可以忘掉 嗯 你知道我有时候觉得咱们啊 重气氛 胜过重实际 所以我刚才问又婷 我说韦牙我一直了解的是有的吃 而且从香港的观点来讲 韦牙就是大吃 但是我问他 他说没有 对啊 因为台湾的科技业 现在就是像郭台铭他们开始啊 就是把这个韦牙搞得像演唱会一样 把小巨蛋 好几万的员工包下来 而且这个吃什么 吃便当而已 下午四点开始 很奇怪 对啊 拿着粮票跟着太太都可以这样 一人零两份 然后大家在场外吃 因为场内不能吃饭 场外把他东西吃完 可能只是三明治 可能只是一个这个基本的便当啊 接着大家重点就是进去看张慧妹唱歌啦 看这个杨成林跳舞 看郭董跳舞 看完了以后呢 抽大奖 而且这个奖里面都很有玄机 就像刚才文涛说的 其实这是老板做面子的时候 哇这个老板是不是好老板 就是尾牙一天就好了 一天是好老板 就是好老板 所以就跟主持人 因为我主持过几场尾牙 在台湾的时候 都是串好的 今天要拱多少钱 也不能一下子拱太高 主持人要帮忙铺垫 要搞气氛 而且这个出来的这些奖金 大家会觉得哇好幸运哦 一次拿一千万两千万台币的股票 但其实呢 这些人可能他即将离职了 老板希望把他抓回来继续工作 或者是有些人呢 他这个今年表现特别好 他就趁这个机会公开表扬一次 所以这几面的名单都是有玄机的 这叫内定吗 但是他会是一个group的内定 这一群五十个人或五百个人都在这个里面 会抽到一个永远不知道是谁 但是他是五百个人的内定 但并不是说内定一个人 他这个现在我跟你讲 这个大陆的这个企业啊 也更猛啊 就简直就是企业的春晚 你知道吗 我也去过一回 我去过一回 就哎呦我应该主持很多吧 没错 这时候也是我们捞钱 我去过一回疯了 我跟你说那个他就是老板呢 砸下重金 你知道现在他这个企业啊 就一搞这个年会啊 重金到什么程度 就像我主持那个 现场抽两辆汽车 嗯什么很好的 国外名牌汽车 哇现场就拍给你 你知道那个人我觉得肠子都毁清了 提前走了 嗯抽出那辆汽车 叫了半天 最后我这这老板说 我说怎么办 老板说咱咱现场 大家这个公证啊 数倒数十下 如果这个人不出现 重抽 哇 我说那人要知道了 对没有 我有看过 因为其实每年在无线电视的 那个台庆 恰恰就是这个他们公司的尾牙 但是他是在11月份 因为是他们电视台的生日嘛 所以变成说就在那边喊 比如说今年吧是郑玉玲吧 就是好像抽到 不要多少的现金还是怎么样 但是他好像去上厕所了 所以要喊喊喊 大家都紧张 其实香港也有这个东西 只是你说项不项那些企业做得那么的大 我们只看到一个企业 我们没有看到说有那么多的企业 现在他还有一个就 就感觉我们这个企业特别有面子 而且这个也不知道职工啊就那么高兴 是吧 因为也不一定抽到你啊 可是你知道我去那个我觉得挺邪乎的 就是现场数数钱 现金玩什么呢 就是这个像澳门那个赌场里这个赌大小 这个职工上来一个桌出一个哈上来 就是这下一边牌 1234算小6789算大 下一张牌是大还是小 啪第一轮2000块钱就给你 说还往下玩不 还往下玩 再猜对了4000 就跟那个幸运那个百万富翁一样 就是你要是不放弃呢 你要是就错了的话 可能就血本无归全没了 最后这样层层加码呀 好多发烧哦 12000 当场就给职费就给员工了 这就是12000 这是因为爱上了这个游戏 所以决定留在这个公司 哈哈哈 就是每年就是玩一次 苦干一年就为了年底玩这游戏 就跟你搏一次这样 而且这个尾牙里面发觉说 呃年终奖金还是用钱给是最好的 我也曾经收过在台湾 其实在台湾年终奖金是近年 呃经济好一点 可能跟因为跟签了ECFA以后 气氛好一些才开始有几个 五六个月以上 不然以前是只是科技业的事 我拿过餐券当年终奖金 就是送你什么饭店的 什么一个buffet的两三张餐券 这样就也送年终奖金 但这些大家都不开心还不如现金 你这些如果转成就算几百块现金 大家拿的都很开心 所以现金可能都还比汽车 让人兴奋 对对对现金是很有力量的 现现现金是我记得我好像是谁听谁啊 是李敖啊李敖说他兜里他10万现金 因为他就说啊 比如说他就出去的时候啊 假如说你比如说有些他买古董的人啊 嗯当时你在古董店看到哈 你比如说两家争啊 你兜里能拿出现金那个力量是不可挡的 你知道吗 你说我给你信用卡 或者我给你个什么支票 抵不上这现金拍给你 我那天主持他们那个我体会到了 这个现金呢哎呀我都不想给他你知道 对啊 我们以前主持还说从这个老板直接说老板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现金了怎么办 就从老板的皮夹里面啊 看他带几张现金就把那些全部都拱掉哎 这大家也很开心 你就把反正把老板剥光了 然后是现金 这也是个文化之间的分别吧 比如说我们在外国的时候 别人送礼给我们就是说从小就这样 书店的那个书卷 那我们就觉得说理论上来讲 他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他有教育意义 但是现金的那个事情还是给你自由的感觉 就是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所以在我刚才讲到比如说无限做一个例子 我们从小就习惯一个东西就是说 最大的那个奖如果不是车就是房子 那对我们来讲那个房子意义不大的 因为他一定不是那个豪宅 他只是在概念上是个房子 所以倒不如说你给他就是说300万 他就是300万 但是电视台不会这样 因为电视台那个奖其实是赞助的 所以说他不能先把那个东西兑换了再把现金给你 都是空手套白狼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现在聊这个 有人就说了说近八成单位年终奖发现金 一万到三万元最普遍 但是很多人说这是被年终奖了 说我们单位哪发这么多 甚至说有的都是老板还分期给 而且有的老板多鸡贼啊 就是说你一般年终奖就迟发 因为他怕呀发了之后这帮人就跳槽了 对吧年终奖一般要拖到春节后 很多人之所以还留在这个单位 就是要等到拿这个年终奖 而且呢关于年终奖的传说都出来了 你知道这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 你们听见那个说什么这个这个张艺谋 张艺谋他们那个新画面公司 说发年终奖是什么 房子啊 房子 对 还有说是什么姜文他们那个让子弹飞 给这个子弹呢 子弹子弹头汽车 好的说给一个什么smart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的 一个汽车 当然这两家出来都都都不证实啊 都都都说没听说过 对吧 但是你看可见 就是咱们好像 我不知道我没到过外国 我不知道西方人在乎不在乎这个 中国人对这个很期待 就觉得我老板辛苦一年了 就看你年底怎么 嗯对 像刚才又婷讲有个词 我觉得很好玩bonus 这个东西就是额外的 并不是说你必须要得到的 所以bonus这个对那个员工来讲呢 他不觉得是因为我跟你就是工作多久 然后有多辛苦 而是说 这是一个贴心的一个举动 哦 所以我觉得我们 对 但是我们就好像不是这样子 真的是打工仔的这个心态非常强 变成说来的那个东西不太把他当成是个礼物 是觉得说那是应该的 所以我们这就感情是债 嗯 然后还有一件事是不是因为亚洲的 或者是在中国台湾 他的这个薪水制度本来 嗯 在国外 他就让你说你领12个月 我就觉得我够啦 我的合约切下来我12个月 这就是我本来就该领那么多 如果老板你再多贴心给我一点 我当小红包 但是在在这边不是 老板会跟你讲说 不好意思我的底薪只能给你1万 然后呢bonus会再多点你哦 但是bonus是什么看老板的心情 我就得到年底我才能揭晓答案 所以这是我觉得薪水制度上 让大家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 没错 咱们这个薪水好像都有点这个忍去受入的性质 是吧 都是感觉该给的没给够 嗯 因为种种就因为中国人的社会 有种种情面的原因 啊 责任的原因感情的原因 甚至是恩义的原因 就说哎 你看当年您对我有恩 对吧 大家今年我怎么好意思跟你要钱呢 嗯嗯嗯 我现在觉得在中国社会啊 人情可以当钱用 嗯 人情当钱用 包括他们很多明星就跟我讲啊 就是说好哎 那个导演来找我 我呢该要10万 但是我只能给他要3万 嗯 因为呢 当年因为一个什么事情 他帮助过我 嗯 你看在咱们这儿人情 我还以为这是credit card 哎 是通用货币 对啊 通用货币 甚至有的人呢 就有一小本 就是说我帮过谁帮过谁帮过谁 谁欠我钱 这次我这次我该这次我该用用又婷了啊又又又婷当年啊有个丑闻我帮他掩盖的哈哈哈你信啊很有意思是所以呢你要不按这个人情规则来啊嗯他也会觉得你这个人不是东西嗯你没你没办法就大家就认同这个这个规则他跟西方那个那个规则就像你说的咱们一件事关于一件事对吧我这个跟你跟你我跟你很好我要报恩那是我私下我请你吃饭 或者我送你礼物或者是其他方面嗯但是我们今天该怎么办合约就是这样签就是这样做应该没有第二化的在国外来说是这样子的哎所以如果按这样说的话其实那些尾牙也是非常不中国人的他一方面很中国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有非常不中国人就是因为他突然之间又变得非常的实际嗯这以前来讲就是说老板就是皇帝嘛所以我们为老板卖命本身我们已经有一种育有荣焉的这样一个感觉因为我有归属感我觉得我在这个 机构每天进进出出的话真的是是种光荣就是我家里的人也会因为这样有面子但是我想现在真的不是这样子了因为这个东西已经牵涉到其实不是你个人的那个面子的问题而是你的面子值多少钱我我最近也在经历一个事情就是说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那个人情的问题可不可以当钱用我是觉得你能多给就多给我反而是想说你不要想会把它就是能收的回来因为你要把它收回来的话你其实还是觉得一收你就是要 要再给就是这个东西它是没完没了的所以你看咱们中国人为什么夫妻之间最爱说冤家呀都是都是人家冤家路窄你知道吗一肚子苦水你对我怎么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怎么样对就把事情容易搞你看这你关于年终奖我就一下子发现了很多中国的员工对公司那是一肚子的忧怨的他就是他就说你给我这点钱我这辛辛苦苦风里来雨里去那你给我的年终奖都跑不过CPI 就是说我能拿他来干什么你看他就真的当成一个如果把这个东西也弄得比较情感一点怎么样比如说你是员工的话真的不管是你的机构有多大这个老板他就请大家去旅行比如说员工旅游嘛对对对对就所有人都去然后也许就包在一个饭店全是我们的然后那个东西就是抽象的就导演真太浪漫了要是我想我干嘛跟老我跟老板出去我怎么会勤收 老板不去了就我晚上那也总会有高领导对不对我觉得领导住在一个房间我还是得让他先玩你的小孩先用你先吃饭对对啊我现在还是觉得现金最实在这点我才有共识什么让职工春节出去上哪什么东南亚去玩一趟啊那种那种也不定他在哪个旅行社拉的赞助你知道吗还是这个问题大家一群公司里的人你知道吗这个还是前十在前十在所以你说这个还付咱的国家讲还付与民 公司讲为这个员工创造财富可是我现在就发现要不说这个金字塔尖上的人你最近你还得不得不了就说这个好像高层跟老板之间更是利益共同体你觉不觉得他们说你看现在有的这个网站一上市好家伙高管几百万股就解决问题了一辈子你就解决问题了你可见这个而且我又想起像什么创业版他们那是新闻不也报吗嗯 这个就像华谊兄弟啊嗯就是说呃啊一下子这个这个股票肯定涨嘛嗯这个员工重要员工啊持有上亿股上什么的按说应该是鼓励呃照西方的那种感觉是你不能轻易减持的对吧对公司有信心的嘛是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比如一年之后这个期一到嗯可以抛的时候滑一下全都减持了嗯但是我就发现人家华谊那个老板叫什么王中军呢还是王中来人家说的这这很慷慨激昂员工听了能够 感动嗯他说我办公司的目的不就是要让我的员工有财富吗嗯我希望他变成富翁所以他们看到他们增加了财富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呢嗯对而且我相信领导就是我们看到他们可能只减持的时候我们就说啊你已经赚一大笔了但是我们殊不知其他后面一定有更大的一笔吸引着他们人都是贪心的在台湾的科技业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人对钱的一个贪婪性就是你像说高管们全部都是发股票那是他可能一年就可以变成一万 但是他看到的是我后面还有十亿啊因为我竟然一年可以赚一亿我在工作个五年我这么年轻才35岁我在工作到40岁我还有五亿啊所以呢他会为了那五亿我们已经觉得一亿够了吧但是他们一定会就为了这五亿再把自己卖进去所以你的工作已经就是真的在为钱工作就是钱的奴隶了这是很明白的这说明台湾人啊对这个未来啊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咱们去一下广告 好 之后见 又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啊说为什么爱现金因为没有安全感对嗯对这个社会太没有安全感我现在先抓住我看得到才是实在的啊你跟我讲远景你跟我讲甚至有事像那个那个我说现在开始发股票可能员工都不见得觉得 是最好的事情因为我还得把被你绑住现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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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有现金反而我愿意明年再试试看要不要帮你卖命这是对咱们老板说的嘛哈哈哈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跟我们中国人跟这个所谓年底这个概念因为年底其实我们就看到很多账我们要付比如说过年要钱报税要钱发红包要钱发红包要钱通通东西就是我们需要那个现金在那个时候来解决问题哎所以香港很多公司发人 13个月亮14个月亮这是很科学的对对对很有道理的对吧还蛮西方的其实因为他就是给你这一笔钱去让你应付这个时间啊倒不见得说一定是你跟这个老板有什么情感你就觉得说我应付了这个东西之后我的心情轻松了所以过这个年我就比较快乐一点嗯就愿意继续被捆绑下去是吗就是没有办法认命哎你还真的就是说认认现金呢就是广东人最现实了 广东人有句话叫雷八豆八卫草的嗯嗯嗯嗯我觉得我很早就学会这句话利不斗嗯不为财钱不装在口袋里的时候哎呀我一生中体验过多少回你以为那是你的钱那只是个数字你不装在自己口袋里啊这也到嘴边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很好玩作为香港人来讲常常到大陆去旅行或者怎么样常常我们以为都是拿credit card你知道但是你发现在大陆他其实用现金是更受欢迎的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写好了稿然后那个那个稿费全部都是拿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来我记得有一次他们还从广州拿一些稿费给我然后约在一个很多人的地方他突然之间拿赎金出来一样就是这样子的对你真的那个什么我很多这个艺人朋友他的经纪人是随时带着点钞机去的啊那个紧人民币才一百面哦你知道好几十万的这个演出费他就现场就像个小型银行一样就开始点钞了 为什么我也是说为什么不给张支票汇款他说哎呀你永远不知道明天这一位先生还在不在这里啊但是反而你知道吗现在有的业总汇里已经出现了这个现象最后坐胎小姐拿出这个刷卡机可以刷卡现在反而是这样子给坐胎小费可以刷卡我在庙里面也碰过可以刷卡的庙里面如果他要你说哎呀这个今年充泰税请你这个交易笔钱安泰税的话呢就刷卡机就拿出来了然后呢你想要什么数字我就帮他 帮你按进去刷卡入账那老板送credit卡那你欢迎吗我老板的付卡吗对啊那我担心老板会知道我的账目我倒想起一个什么呢就是中国有一个基层村村的选举啊你知道选一个村长啊这个村长要花多少钱嗯要给流水账但是呢有些村民也是不太讲道德就是说他到时候敢不投你的票啊所以后来在这个那个选村长的就是啊给你一个卡哦 三十万然后就跟你说你得你得选我选我之后我把密码都我当选之后我才把密码告诉他们你才能够到银行去取到你这三十万还有这样哇有前进后谢的这样子啊个别现象个别个别现象个别现象大部分村村乡镇选举还是公平哇塞好厉害就跟那个陈水扁他老婆拿现金的时候收贵也是这样他也是前进后接着为您播出连讯银行信用卡地球宣言 是还没谈先见